這是一個負責人的態度好不好 他們都沒有參加 以上 我再交還給 柯文哲當市長 不是柯文哲一個人去當市長 而是柯文哲把市長的權力拿回來 然後交還給全體市民 在交還的過程當中 好像也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我自己檢討過 這一次勞動局局長的臨選 有幾個問題 第一 我們在組織臨選委員的時候 是在選前 所以不支持我的根本就不會參加臨選委員 第二點 當時有很多臨選委員還要求匿名 他可以來開會 但名字不要讓人知道 第三點 在我們的臨選辦法裡面 沒有規定臨選委員不得中途 退出 變成候選人 再來是 這次臨選委員都是李市長 市長會當到李市長的都一定年齡 所以後來就發現這些李市長選出來的人 跟網路世代的人好像有點落差 所以網路上一片罵聲 我就發現原因處在這裡 最後一點 我們這次的選舉 外勞沒有投票權 因為我們是用深圳志號登記 所以外勞都沒有投票權 所以外勞都沒有投票權 所以外勞都本身可以是用深圳SS 有所謂 投票票權